那387条如果是热力下重的 你看这是热力 我们有上海中有好几个地方出现热力 第一个葛琴园汤的时候有热力 但是葛琴园汤一定是有表震 有点太阳表震 第二个热力呢黄琴汤 黄琴汤出现热力 但是黄琴汤的热力肚子一定有肚痛 对不对 第三个有热力的时候黄园汤 黄园汤是寒热病结的 有寒症有热症的 这个白头红汤也是纯热力 下重就是大便拉下一天十几次 然后那个肛门很痛 理极厚重 上完测子还想再去上 你看这个白头红 白头红呢两钱 黄莲黄琴 黄莲黄博琴皮呢各三钱 琴皮是很好的 这个子力的一个药 能够润肠 能够黄琴黄莲呢 对不起 黄莲呢能够胃里面 黄博是肠子里面 所以你看黄琴的时候比较走上胶 上胶 这个黄莲黄博跟琴皮三位腰 那这个手七碗水来煮成两碗 在早晚各复一碗 这个是 这个热力下重 我们用的也很多 很多 如果今天一个病人来找你 你真的啊 我一天下地十几次 可是很奇怪 有的时候两三天 我就是都是热力 就是跑在很臭的大便 但是有时候有一天的时候 大便和血混在一起 也是下粒 每天都下粒没手 但是有一天呢 血和大便混在一起 有的时候又没有 这个时候你就想到 我们用桃花汤 跟白头红汤 互方 加在一起 这样 了解我意思吧 就是意思 有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 它不见得说一定是 就是刚好就是热力下重 这是纯粒的 纯粒的现象 那如果今天你遇到是瘧疾 你问他病人啊 有的时候下粒清骨 我们脱脉顺利汤 或者是干浆腹脂汤 有的时候热力怎么办 就是白头红汤 瘧疾祸乱 都会有这种情形 好